大家好,歡迎來到士丹貓TV,我是Joyce 我是Alan,大家猜到我們在哪裡? 給大家看看環境 猜到的,你應該住附近,現在猜不到 我們現在在樓下,其實我也是來過幾次 今天我們要去朋友家 因為他新路入伙,我們都沒去過,第一次去看看他家 我們今天就是去King Kong家 應該有些觀眾都會知道他們是誰 他們是香港人,移民了台灣應該都七、八年了 就是我們的移民前輩 我們移民之前都問了他們很多 其實移民來台灣也有少許是因為他們 他們開港式餐廳,在龍潭新竹都有 之前我們也有幫他們介紹過他的冷凍包 因為他們最近新路入伙 所以我們現在就去探望他們 他們是住在龍潭的一些偷天的地方 跟其他香港人很不同 因為大部分香港人移民來台灣 都可能是住在林口淡水 台中的新大樓 對,新大樓 他們就是住在偷天 類似香港的村屋或別墅 比較特別的 所以我們今天去探望他們之餘 順便開箱一下 給大家看看台灣的偷天究竟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來到四層高的偷天 帶大家進去參觀一下 來… 你好… 你好,小QQ 進來這裡就是圓關的位置 有很多鞋櫃 因為他們家裡很多人 有三個小朋友 那這裡是一家五口的鞋 就在這裡了 然後轉過來這邊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餐廳區 哇… 我覺得很大和彩光很好 因為這個天幕是可以打開的 然後打開了之後 就會有些陽光透進來 超美 而且他們現在的屋裡 很多東西都是自己DIY的 包括這個中度 都是自己砌出來的 磚、木頭 還有最特別的是 這個家裡 大家猜猜有多少部雪櫃 是有三部雪櫃 最誇張的是甚麼 這裡一部一部 這是普通家用雪櫃 最誇張的是這裡 是把餐廳雪櫃搬進來 好像去了餐廳一樣 在裡面的東西 這個簡直是餐廳的水班 是嗎? 平時是在這裡弄東西喝 有… 有氣包水 好 然後我們穿過去那邊看看 在餐廳進去客廳 就會有一個木框 有一次過渡的空間 又可以坐在這裡 好像連接了兩個區域 來到這個客廳 就有一個很大的投影屏幕 在這裡看交通片 超棒 然後我覺得 因為它的廳是連接編廳的 我這樣看過去 我覺得比我的全家屋更大 這裡就是想有一個空間 好像兩區可以連接在一起 對 因為這裡本來是一個舊的窗 我們就幫它拆開 然後打開這個位置 希望兩區可以舒服一點 可以連接在一起 然後他們又可以坐在這裡 又可以看連接又行 那些圓圓是誰 那些圓圓是軟了的 那些圓圓是一個窗框 對 然後這個是不是你們都自己弄的 對 自己弄木頭 自己弄上去 對 靠我們全民的老公 但我們還未弄好 你看到木板這些位置 上面還未打黃帽 又打黃帽 手碰到的地方 手碰到的地方 你怎麼看見兩隻在這裡 對 對 上面是鞋的 這裡是滑的 對 最初買這間屋回來的時候 情況非常差 牆壁都黑了 然後打開門 那些蛇蟲鼠藝都湧出來 我本來連入屋都不想入 慢慢開始欣賞到這個空間 其實有些地方 我們可以自己按著自己的想法去設計 這些就是舊透天的好處 以前的廚房是設置在裡面的 我們就把廚房搬到外面 所以可以 其實我最喜歡就是 它有採光的設計 可以 廚房有採光 雖然有時候現在夏天很熱 但到晚上的時候 旁晚上的時候 可以開個臉 就很舒服 這邊就是小朋友玩的地方 要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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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邊 那邊是未完成的 那邊本身扣上是一個客房 我們上去二樓隧房的空間 他們樓梯每一層都掛了很多家庭的畫 相片 整個感覺很溫馨 二樓這邊是衣帽間 這邊就是主人房 那衣帽間也很大 好像有大過我的房間 分了兩邊 就是男女主人的衣服 一人一邊 我也希望我家可以有這樣的空間 努力一點 就可以買一間頭 那這裡他們就特地訂做了一個 奶黃色的焗倉門 整個感覺比較柔和一點 進去看看 這個主人房是沒有床架的 設了一個很大的地台 有收納空間之餘 上面就可以放床褥 看出去這邊就是一個露台 我覺得景觀是很舒服的 看著一個藍天和很多綠色樹 每天起床看到這樣的景觀 真的有些心狂神異的感覺 去到對面就是一系列的櫃和櫃桶 有很多收納空間 還有一部很大的電視 這部電視是我在家見過的第四部電視 周圍都是電視機的家 回到門口的右邊 就會是一個廁所 但因為未做好 就不帶大家進去看了 他們就把洗手盆移出來 就可以令廁所的空間更大 大家沒有發現這裡少了一張床褥 所以我們特地帶一張德國Emma的床褥 來送給他們 現在一起來開箱 我們帶來的這個Emma床褥 是德國的品牌 它在全球已經拿過60多個國際獎項 是歐洲銷售No.1 買出超過1000萬樣產品 它裡面還有一把刀 就是讓你割開床褥 保護床褥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這張是Emma Hybrid獨立筒的床墊 用了德國的技術 這裡是有五層混合的記憶綿 無論是支撐度、包覆還是透氣都很好 特別適合台灣潮濕滿意的淺氣 還有它的床褥也是偏硬的 如果你本身喜歡這份硬床褥也是很適合的 它是有人體工學的設計 你躺在這裡的時候 脊椎就會保持一直線 我們剛剛已經套了這個保潔墊 它是一個益生菌的保護塵 防水礦沉門 可以減少89.3%的沉門 有小朋友或寵物的家庭就很適合用 而且最好是什麼呢 可以直接扔下洗衣機洗 Emma是有醉礦擾動的設計 即使我們放水在上面 你在旁邊跳也不會寫的 我們來測試一下 喬喬準備 跳 再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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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很多下 嘩 哈哈哈哈 爸爸很緊張 但是不要撕的 不要撕的 哈哈哈哈 爸爸很緊張 但是沒有寫到的 所以你晚上起床 都不會怕動到另一半蟲醒 這個是Emma良爽的竹纖維皮 它是100%天然竹纖維 摸上去是很涼很滑的 連喬喬都說很滑 它是很輕盈透氣 適合台灣這些潮心滿意的天氣 還有一樣都是可以扔下洗衣機洗的 我很喜歡這個 很滑 啊 啊 Emma是有100日的免費試飾 而且是有10年保固的 它還有分期付款的 你只要每天付3元 就能夠分到德國品質 歐洲最好的床子 如果你也有興趣訂購的話 現在有個雙十一的活動 最低是有五折的優惠 如果用我們的優惠碼 還會有額外九折 那不要錯過了 我們睡了Emma這張床 一個星期左右 而且晚上給我老公整醒的機會 的確是少了很多 這張床褥的承托力分佈得很平均 所以我整個人睡平了之後 我覺得真的很舒服 是覺得床褥很紮實的 所以我也覺得這張床褥很好的 我們來到3樓 3樓就是小朋友的房間 這裡有兩個房間 一個廁所 很小朋友的 震燈很漂亮 飛機燈 原來 這邊就是大哥哥的房間 因為他青少年 所以我們就不進去的房間 我們看看比較小的兩個兄弟的房間 是不是很大 我覺得已經大過我們全客廳 加上廚房 有張屋架床 這邊就有兩個他們的讀書桌 還有一盆藍色的牆 這邊看著 外面也是無敵景觀 我的感覺就是 好像去了攝影機一樣 整個感覺很舒服 這邊就有男生的衣櫃 書櫃 整個感覺很舒服 這個是我二次的夢想 每個男生都想有 就是做一個籃球架 在這裡入盡 尤其是現在 小時候又不夠高調 剛剛碰到的感覺 是很棒 這邊還做了一個白白 可以在這裡寫字 畫東西 玩玩玩具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是小朋友的專門 Hello 你的房間很漂亮 上了四樓梯 走了這麼多層 我發現樓梯沒有籃杆 好像很危險 因為這間屋還是在製造 籃杆還在 當傢俬進來之後 就會裝回籃杆 活就會安全很多 四樓就是男人的夢想 我相信每個男人都想在家裡有個 工作室 所有工具競齊備 電鑽 鑽頭 電磁箱 鑽頭 油 工具 士巴拿 有整個工具箱 我想這個是男人的夢想 你可以在這裡 DIY了整間屋需要的東西 那你有沒有想要過這樣的一間 有啊 但這裡已經大了我的客廳 怎麼搞 我們沒辦法 唯有搬來這些地方才有 那你就可以考慮 你要住 市區方便一點 住在偏遠一點 可以住得大一點 這間屋的爸爸 之前的興趣是畫畫 所以遍布不同角落 都有畫作 但他說他現在沒有時間再畫 那我們現在來訪問一下 King Kong 媽媽和King Kong 媽媽 關於這間屋的所有東西 那這間屋有多少尺 我們這間屋大約70坪左右 70坪 我們有4尺 換成尺的話 應該是差不多2500 2500到2800左右 對香港人來說是很難想像的 這個尺寸 因為我們住在台灣比較鄉下的地方 遠離市區一定要駕車出入 但就可以換來一個比較大的地方 因為我們人多東西又多 台灣的舊頭 就滿足到我們自己家的生活 那說不說得買了多少錢 不用1000萬 對 我們這裡不用1000萬 那很便宜 所以在台灣來說 這個價錢也算是很吸引 1000萬是雙筆應該買不到 雙筆應該買不到 對 對 其實因為我們鄉下的地方 我們這間屋已經有三十多年的樓齡 還有我們本身買回來的時候 那個狀況都很差 宇宙大爆炸後的情況 牆壁都黑了 我們買之前 有七年八年是沒有人住 所以這間屋是飄空了很久 我們一開始看 在樓盤是一間 微 애 喪或蟲 煸出來 你看一出 我如非 我本身是想是在外面等她 他最喜歡看完的手 本來是不會買這裡的嗎 我們進也不想進去 那為何最後買錯這裡 有研究過 有研究過附近的環境和價錢 這裏我補充一點 其實幾年前我們曾經有誤想 找一個舊頭編然後可以翻身 可以將自己所有的想法 即是在舊頭編補社區 就可以把我們的想法呈現出來 這次看到價錢可以 CP值夠高 又可以實現我們裝修 雖然要花很多時間和心靈 我們其實是去年三月買 最後我們本來想要暑假搬進來 本來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再製造 製造到十二月底便搬進去 即是製造了大過年 也未製造好的 我們搬進來的時候 整個房子一道門都沒有 廁所都沒有門 那時候我說要來玩 然後你說等我客廁做好 廁所沒有門 我們搬進來第一星期 連大門的鎖都未製造好 我們晚上就找一些櫃子 想頂住 有顆汗又頂住 集合頂住 因為我們這裏比較安靜 又比較治安都OK 其實這裏雖然是香港的地方 但是去嘉劉島 要去台北或者其他地方都很幫忙 加上我們 因為我們有兩間餐廳都在附近 對於我們來說是很適合的 那你整間房子大概裝修了多少錢 我相信應該是二百萬台米 即是沒有很仔細計過的 因為我們自己找公班 有些是朋友 所以要計算是很便宜的 我們沒有找同胞 也沒有找似同胞 也是我們很多東西都要自己畫好 自己去設計 主要設計師就是這裏 他看了很多外國設計的範圍 然後看了怎樣都可以做到 那二百萬台做了什麼 最主要是 還有開地板 長的處理 然後外面有些 水電 除了外面拆光罩再製造 拉電 還有剛才 還有裝冷氣 整個屋九個冷氣 還有我們廚房的地台 就是大約1200萬 就能住70多元 四層的土建 是啊 你是不是很有心動 我們家屋現在都1200萬 但只有十幾坪 是 不僅十幾坪 搬來鄉下的地方 就可以滿足你 十幾坪 二十一坪 連同藥堂 那你們建不建議 香港人來這裡不會住土建 其實我想要視乎 平常生活的圈子在哪裏 還有最重要是開車 這個是重點 還有兩個人都要懂駕駛 就是不要靠一個人駕駛出入 這樣就很痛 透天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要走樓梯 我們頭一兩年來台灣 住的地方都是沒有電梯 要走樓梯 就是頭兩三個月 我大腿是保持穿熱 但是這一次 再重新搬回來 就是住透天 我沒事了 現在我可以了 睡覺 你的身體很壯 但是這麼說 如果將來我再老一點 什麼膝蓋都有事 就是住古頭 除非加價一點 你真的有想過 有… 有… 真的可以撞到這個 真的可以撞到這個 有…有方法的 有什麼方法可以試吃 我們參觀完家裡 有魚肉燒賣吃 是我朋友他們出的魚肉燒賣 試試看 我經常說吃 人們問我最想念香港的什麼食物 我一定是搭魚肉燒賣 1、2、2、3 怎麼來試牛肉燒賣 在香港吃魚肉燒賣 如果大家都想嘗試香港味道 可以幫他們訂一個 冷凍媽媽的港式冷凍包 這相就是四層高透天的開箱 不知道大家看完覺得怎樣 會想住大樓還是透天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是的 1200萬就可以住到這樣 想想 但我自己開箱完之後 我的感想是 住這麼大一間屋都不是那麼容易 我走樓梯走得很累 那座爐走了四次 大概走了十幾層樓 我走得很頸殼 住透天身體也好一點 是的 好,今天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留言、訂閱、按讚、 十萬訂閱、按讚 再見 這個是風閘 就是我們一開門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陣強風 好像有一個閘口 讓蚊子不會飛進來 是的 讓蚊蟲不會乘著我們開門的酒 就衝進來 所以它有一個見不到的物理 是的 所以它們叫蜂雜 所以它們叫蜂雜 就是蚊的結界 是的,就是蚊的結界 因為我們應該會�.... 為一個飲品 為每這個都え要ilt到